第一步,把所有食材倒进保鲜袋 密封保鲜袋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厚度约5毫米的面饼 我们尽量保证每个地方厚度基本一致 用勺子挖出均等的面饼 把面饼整理成形 放入烤箱 烤箱180度烤制20分钟 像这样饼干四周烤制焦黄就烤好了 冷却后就可以吃了 香而不腻 膳食纤维丰富 还可以促进消化 是减肥期间的必备佳品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